對國民黨主席就要改選了 當政府理會副政官是出來說 馬英九已經連任兩次 黨主席 今年應該不會再選 不過國民黨是改選 按照人民團體法 跟國民黨的黨中規定 馬英九今年要參選並沒有問題 國民黨理會蔡正元的臉書 用鏡頭對來公開挑戰 準備競算點 人的現任主席馬英九 蔡正元 標示 經濟人民團體法 對政治團體規範 以及將理會抗氏如 將人認定 黨選沒辦法破關案的 馬英九已經連任兩次黨主席 所以他懷疑你不可以再選 蔡正元共調 馬英九兩千塊五年 黨選黨主席後兩千塊七年 因為特別回頭來 由副主席吳伯曉賺來 吳伯曉賺來贏在報算 就任黨主席繼續補助馬英九 趁路來進去 馬英九有個 兩千塊九年 董山 董主席以概規定的法律境界來看 他今年少做過 都跟董主席今年不可以參選 不過國民都表示 依照人民團體法跟董中規定 馬英九今年參選黨主席 變不問題 第一次是吳伯雄 榮益主席來當選 第二次就是民國九十八年 由馬英九主席來當選 這個事實是非常清楚的 應該沒有所謂的違反相關規定的問題 馬英九今天可以 共産前進黨主席 引起政旗來臣部長林宏妍 標示 連算前進 要一代還是處理認定 由國民黨主行決定 國民黨是一個自律政黨 至於說他們是要用借來認定 還是用次來認定 我們是都可以接受的 共産前進黨主席 共産前進黨主席 馬總統前進黨主席 由總統和進黨主席 才能替代路由總統和進黨主席 才能替代路由總統和進黨主席 以党負重的力量 國民黨主席改善 今年要進行蔡振元 替先開出第一層 要提前點到國民黨 來報的第五方報 記者總共報道